我是空军新兵 我是杨益 其实一开始有点摸不清楚状况 然后进去以后 因为我想可能所谓的新兵 就是进去应该都是像我们这样的状态吧 一开始还就是比较不正经啊 各种开玩笑啊什么的 但是你会在节目里面看到我们的一个蛻变 对你会慢慢了解就是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可能会有我们不为人知的辛苦吧 但是也是非常的有血腥味的地方 我觉得就会更突破我自己的底线了吧 因为确实以前在拍戏的时候都没有试过说 完全真的这么素颜的素颜 对所以这一次觉得有更新的尝试了 其实是挺好的对于我来说 对我就跟我的公司的说 我说完了第一集的时候非常惨 然后直接就卸妆了 然后脸会被晒得通红 形象都没了怎么办 你说那就做成表情包啊 好吧 那就这样吧 然后那个挺惨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收货吧 就是你看到女艺人这种要脸如命的那种物种 都可以说真的去 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说把妆都卸了 或者说是拼尽全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种精神如果能够被大家看到或者感受到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吃多少苦 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的 之后会有之后的工作 但其实特别感谢这段时间可以休息一下 就是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家陪她上上学啊这样 对 她是一匹野马 然后在军队里面肆意狂奔的一匹野马 她是一个小爷们儿 是真正男子汉 你别透的话不行 你们自己去看去 那不告诉你 有真的不能说 真的不能透露 他们会打死我们的 节目组人会打死我们的 不是有 有 不是颜值担当 但是脸都红成那牙脸颜值担当 有 等着看 不能说 不能说 他可以说你不早说呢 我是 我是头脑担当 这个要看 就因为我刚才说太多他们就批评我了 你别理他们 对对对 然后好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 不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